怎麼襪子又少一隻 奇怪 另外一隻去哪裡了 很多人都有著慘痛經驗 襪子怎麼越穿越少隻 成雙成隊的襪子漸漸行單飲脂 到底發生什麼事 大家都很疑惑 不知道 被吃掉了 可能不小心被小精靈偷走之類的 神秘的襪子失蹤事件 有柯南給你解答 襪子都被你家洗衣機吃了 你們準備好了嗎 看起來正常的洗衣機 宛如襪子白目的 滾筒和外殼的中間 如果洗衣服時裝太滿 就有可能在過程中被拋飛掉入 甚至如果連接的膠膜鬆脫 襪子也可能被吞噬 衣服洗枕頭 我們拿起來的時候 有可能那種襪子 或是內褲類的 有可能就會剛好溜去外桶外面 錢 襪子 玩具 想避免襪子被怪獸吞了 小型洗衣機是一個方法 貼身衣物全丟進去 洗完衣服都還在 一個不能少 洗脫烘如果一寄的話 通常洗脫烘完成大概要四個小時 網路也有人建議 想省時間 別買洗脫烘一起洗衣機 下班前先把衣服預約洗下去 回來就能烘乾 省下時間 也省下長時間運轉的高昂電費 記者王俊傑 陳志茂台中報導 我是王一仲 新聞的產業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 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 傳達最完整的資訊 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 週休假日加上抓寶活動加持 台南郭花街湧進大批吃米食人潮 知名春捲攤位前大排長龍 下午吃白糖果 排隊人潮居然繞兩圈 這還不離譜 天氣冷 想喝碗熱湯 也得排隊 國燒一滅 排到巷子裡去 太好吃了吧 因為假日應該人潮都會比較多吧 排的才知道那麼多 最想吃那個就先排 做好排隊的打算 有 要離開台南了 所以想要那邊再來吃這樣子 專門活動連續兩天 人潮全湧進小吃街 遊客都有口袋名單 基本排隊時間十五分鐘起跳 比比登推薦的挖櫃 店門口全聚人 土豆魚跟店裡店外滿滿客人 有業者乾脆連打包餐點 都移到戶外去 我覺得我不太喜歡排隊 可是看到很多人 就想要去吃看看 就是說感覺 應該排隊有踏到這樣 這幾天差不多都有活動 所以我們的備料 會比平常還要再多一備 我們會多準備二三十斤數 就多備一天的量這樣子 不光小吃街人潮多 還有燈會最後一天加持 沙輪車站遊客 更是一波一波的湧入 太多人了 我們沒辦法 從二月四號燈會開始 沙輪縣搭乘人次 就超過三百七十萬 沙輪站進出 累積達四十四萬人次 跟去年比根本翻倍成長 有活動帶動 也把人帶進台南 小吃業者通通埋頭料理 趁著人最多的時候 好好賺一波 據者蔡吳言 劉氏族 林智慧 談談報導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 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爭議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 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 兩千三百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你在幹嘛 他們都要追迷路啊 寵物公園內好幾隻狗 超興奮 狂追梅花路 嚇得小鹿驚慌失措 七八隻狗飛撲過去 張嘴就咬 梅花路全身是傷 你在幹嘛 他們都要追迷路啊 狗狗太興奮似主 拉都拉不住 狗全暴衝追鹿 咬傷人家 主人爆氣 要找出到底是誰咬的 他那麼強 喔 流血了 流血了 狗被主人逮住 還想繼續衝 把狗跟鹿關一起 變成私咬血腥場面 全程都被小朋友目擊 網友也狂酸 想必梅花路主人是天才 趕快就要抱走了 還在那邊給他咬 帶梅花路去給狗練功 很危險 我覺得 有人在那裡咬 那裡咬的那裡咬 那裡咬的那裡咬 就生命的危險 應該是先 先進來 先做試探性的 因為狗狗看到其他物種 會很興奮 就是正常 那在寵物公園內呢 因為是專攻寵物 使用的空間 所以以影片中 目前的狀況看起來 是沒有違反 動保法的規定 地點在屏東寵物公園內 雖然沒有違規 但把小鹿帶進去狗群裡 害得自家寵物被圍攻 這舉動也讓人傻眼 記者張春華 紅富人 郭宜貞 屏東報導